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次的PyTouch的教程视频 那往来这一次呢我们会要了解一个过拟盒现象 然后怎么用这个dropout来处理我们的过拟盒现象 那首先说到过拟盒呢 它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一个动图来具体了解一下什么是过拟盒 过拟盒呢它具体是在一个数据量比较小的情况下发生的比较多 那数量比较小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红色的曲线它就尝试着去学习学习 然后学到最后呢它这个每一个线条的每一个点呢 它就基本上跨过了我们的数据点这上面 那这个点这个红线呢它尝试的拟盒到我们这个红点上 这个红点上这个红点上都拟盒到 但是你在实际上你乍一看呢它其实拟盒度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条曲线呢 答案是不是的 普通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希望它学到的就是统一我们的这一个线条的形式 那比如说我们要学到的是一条这种曲线的这种形式呢 它就更有能力概括我们整个数据的趋势 我们就会发现红色的线呢 它并没有蓝色的线的测试五差那么小 那我们这就是过你和现象那我们使用的方法呢 在生理网络当中会使用到这个dropout的方法 dropout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就要在代码当中实现加几个dropout的层就ok了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就采取了是这一种数据形式 那前面的这些东西呢都只是一个定义数据数据的代码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定义的数据的代码 那我们就是使用这个plt模块呢进行可视化一下 看看它到底是长得什么样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训练的数据是有多少了 那我们trian data和task data不同颜色 那我们都是类似的往这方面走嘛 那我们想要的就是呢我们的自己的学出来的曲线 它既能够让这个trian data的误差相对应的比较小 然后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task data的误差也能够让它比较小 那就是我们的目的 但是你看我们之前这个非常曲折的曲线呢 误差的确被降得非常的低 因为我们神经网络它的能力非常的强 它能够非常完美的拟合我们的task data trian data 但是它不能够拟合我们的task data 那这个就是产生了过拟合现象 我们这个看完了以后我们直接把它删掉 我们就开始建立我们两个不同的神经网络 一个是有这个处理过拟合的这个能力的神经网络 一个就是没有能力处理这种过拟合现象的神经网络 那我们首先呢 只要我直接复制粘贴好了 那这个net overfitting呢 就是我们会产生过拟合现象的一个神经网络系统 那首先就是一个神经元输入嘛 那我们的n hidden layer 然后加了一个激烈函数 然后进入领藏层 再加一个激烈函数进入输出层 那通常都拟合产生的现象 它产生的原因就是一呢 就是我们数据量太少了 然后二呢 就是我们神经网络系统的构造非常复杂 或者非常强大 它有很多个神经元 那这种情况呢 这种情况呢 比如说我们数据量只有20个 然后我们有300个神经元去拟合它 那我们的神经网络就有非常强的能力 拟合到我们的这个线条上面去 那也会出现我们红线的曲折的这种情况 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会加一个dropout的层 加层非常简单 那我们只是修改一下原有的这一个数据就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神经网络命名为这个net dropped 然后也是用一个sequential的这个模块添加我们的层 那dropout添加在哪呢 那我们有很多种情况 那我们采取的这种方法呢 就是把它添加在我们的层和我们的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之间 有人他也会把它添加到我们的这个activation和下一层之间 但是具体怎么添呢 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找到最符合自己要求的就OK了 那这个dropout的do是怎么来的呢 他就是说我要把50%的这个随机抽取50%的这个神经网络 就是这个随机抽取的连接呢把它把它屏蔽掉 我每一次传递过来嘛 我就是传递了比如说有300个heathen layer 我就传递了300个点的数据 结点的数据 但是在这一步呢 我就是随机50%的概率屏蔽掉这随机50%的这个节点数 然后让这个节点呢不会把数据传过来 那每次这种随机屏蔽呢 就会采取到就会产生一种比较这种regularize 就是正规化的作用正折化或正规化的作用 那我们同样也可以再把这个层呢 加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呢 我把这个层的输出呢 有50%的输出呢把它屏蔽掉 不采取它 或者你如果这边0.2%就是把20%的这个drop掉 就是把20%的neuron就是神经语言那把它把它屏蔽掉 不传不传递信息过来 那好这就是两个神经网络的建立 如果打印出来这两个神经网络的结构呢 你可以看到它们两个结构的不一样之处 那么具体来说也就是我们的有没有drop out的这个神经层的这个区别了 开始对两个神经网络进行优化嘛 那我们就采取的是这个optimizer来进行优化 采取的是这个adam的optimizer 而adam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优化器 它非常快的就可以把这个神经网络系统训练好 那你也可以非常快的看到我们的红线是怎么样过拟合的 然后我们还会有我们的这个loss function 就是计算误差的 那我们后面的套路呢就跟我们之前一样了 训练500次 然后呢每一次把这个ax的数据呢正向传递一下 把通过两个神经网络传递成不同的数据 然后呢计算两种神经网络的误差 然后将误差进行反向传递传回去的过程都在这里 跟我们之前没有什么不同 就是这里是我们做了两次同样的动作 对于overfitting的这个对于这个drop out的功能呢 如果我们想要evaluate或者是检测它的时候呢 预测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drop out的这个屏蔽功能取消掉 比如说你在这里正向传递的时候 它会把50%的概率屏蔽掉一些神经元 那我们在预测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这50%的屏蔽效用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功能取消掉 让它自动的传递所有的神经 神经元到我们下一层当中去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预测的时候和训练的时候不同之处 所以在每隔时步的时候 我们想预测一下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输入这一句话 overfitting的这个神经网络呢 进行evaluate 把它变成我们的预测形式 或者是这种预测模式 那我们前面这些东西呢 全部是我们的另外一种模式叫做 叫做tran 叫做tran这种模式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神经网络的tran模式呢 先把它变成预测模式 让我们的dropout的功能全部取消 取消掉 然后再进行预测 那overfitting其实它没有什么区别 overfitting的话 你使不使用这个evaluate 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那我们这个有dropout的这个成的神经网络呢 你使不使用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你可以自己试验一下 用这个可视化的过程试验一下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要从 因为我们预测完以后呢 我们又要把神经网络放回去训练了嘛 所以我们就后面呢 都把它变成tran模式 把它放回去继续训练 把这个dropout的这种效用呢 我们又补回来 那我们测试的这个data呢 就是这种形式 我们就是把这个overfitting的神经网络呢 把它放入测试数据 测试出这个测试的预测结果 这个也是一样 dropoutdata呢 把它放入这个dropoutnetwork 好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代码的组结构了 那我们可视化的这个部分呢 可视化的部分 我就直接复制粘贴 因为不是重点 大家不用特别仔细的去看 好了 我们单击运行一下 现在的这一个曲线 你看这个红线呢 它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能力越来越强 对tranendata的拟合越来越好 但是你看这个蓝色的 绿色蓝色的一点呢 它拟合能力就变差了 但是我们的这个蓝色的曲线呢 它没有那么曲折 它比较中规中矩 然后它对于蓝色曲线 蓝色这个点数据呢 它拟合程度会比较好 如果你看啊 如果我没有在这里进行 这个evaluate的这个步骤呢 我把这里的也把它屏蔽掉了 你就会看到它有多不同 你看蓝线 它竟然开始变得比较曲折 那就说明我们每一次 drop out the 50% 它会有稍微不同 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效用 在预测的时候 这个效用呢取消掉 那我们这个预测的时候呢 它也是随机drop掉了 50%的这个神经元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结果呢 它会有所不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 莫凡Python的教学内容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搜索莫凡Python的观念词 访问我的个人教学网站 谢谢大家